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在外國讀書的時候最想念香港的菠蘿包 做菠蘿包有三個程序要做 第一是做湯粽,第二是做菠蘿脆皮,第三是做包底 首先做湯粽,湯粽的比例是一份高筋麵粉給五份水 現在把五十克的高筋麵粉和二百五十克的水放進鍋裡攪拌均勻 輕輕攪拌均勻後就可以開個小鍋慢慢煮 煮到差不多會發覺麵糊越煮越熱,是正常的 但記住要一邊煮一邊攪拌,不然就很容易焦底 那究竟煮到什麼時候,湯粽才叫做OK呢? 煮到它的質地,像嬰兒的米糊一樣就可以了 如果在家裡有個溫度計的話,溫度大概到85度 煮好了 煮好湯粽後就可以用保鮮紙包著,放涼備用 保鮮紙記得要貼著湯粽,這樣可以防止湯粽的水分流失 現在就開始做菠蘿脆皮了 先看看材料,分別有低姜粉,牛油,糖,梭打粉,泡打粉,蛋和吉士粉 首先把牛油軟化到室溫的狀態 然後就可以加入砂糖攪拌 然後就可以把粉類都加起來了 所有粉類都要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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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 以上的材料拆勻後就可以分兩至三次加入蛋液 當然 脆皮成團後就可以用保鮮紙包著它 放入冰箱1至2小時備用 最後就是做菠蘿包底 材料分別有高筋麵粉,糖,鹽,蛋,酵母,湯粽,牛奶和牛油 首先把糖,酵母和鹽一起放入高筋麵粉裡 攪拌均勻 記得鹽和酵母要分開,不要放在一起 因為鹽會弄死酵母,令它起不到發酵的作用 之後就可以加入蛋液 剛才做好的湯粽和牛奶 麵包製成團後就可以加入牛鴨 就可以加入牛鴨 加入牛鴨 搅拌均勻 後可以加入牛鴨 混合 再加入牛鴨 把它煮後 手指揉在麵糰上,洞沒有回彈,即是可以了 可以把麵糰放在工作台上 然後進行分割,分割到你所需的份量 然後把小麵糰滾完,剩15分鐘鬆弛一下 記得用濕布蓋住,防止水分流失 鬆弛完後,可以把麵糰放在麵糰上,做最後的造型 造型完畢後,可以進行第二次發酵 發酵期間,可以處理菠蘿脆皮 可以在雪櫃拿出菠蘿脆皮,分割到你所需的份量 先把麵糰塗上蛋液 然後用兩張保鮮紙夾著菠蘿脆皮,然後把它壓平 壓平後,可以鋪在麵糰上 就可以了 最後在菠蘿脆皮表面上,塗上一層蛋液 然後可以放入煙魚在180度,在焗烤13分鐘 這個自家製的菠蘿脆皮就完成了 出爐的時候真的很香 不知道大家喜歡吃菠蘿脆,還是很邪惡地加一層鮮油做菠蘿油呢?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次分享,拜拜 拜拜